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一早現身黨團開會 討論2月1號 6月龍頭爭霸戰 8張選票到底挺藍還挺綠 但尚未有共識前先對藍綠提出邀約 我們希望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所謂的院長副院長候選 就直接到我們黨團來 正式跟我們的這8位的立委 來說明他的想法 說自己是關鍵少數 還強調藍綠私下電話打不提 民眾黨訂出遊戲規則 把算盤打得精英 但藍綠是否願意買單 恐怕還有變數 國民黨推韓江配 民進黨基本上維持郵昌配 藍綠誰能勝出 游錫坤倒是很有把握 我有信心說我能夠當選 不過選舉的結果我必須要尊重 所以等到元月29號黨團會議做決定 所以我才會給大家賣票 游錫坤強調1月29號就會召開黨團會議 只要通過正式提名 不過被追問如果沒選上院長 是否要回歸當陽春立委 游錫坤和主持人一番言論極戰 他到底做立法院長有什麼樂趣 不是為了樂趣 拜託啦拜託 那你們真正立法院長幹嘛 拜託啦 我沒有真啊 我本來就說要退休啊 那個之前講了 你不要裝不知道啦 如果你沒有選上院長 那你要不要退休 這個問題存不存在 我說假設性問題 我現在還不答覆 民眾黨霞巴西持續叫板藍綠 能起得了多少座右 將成為國會試驗場 夏天學位黃成坡 馬鈺NC小組 他被報道